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什么日子? 话说今天是冬至 大家冬至快乐 冬至通常会吃什么? 冬至通常吃什么?吃好一点 吃饺子 北方人吃饺子 南方人吃汤圆 家里通常煮好一点 冬大过年就会吃一餐好 小有小吃大有大吃 但怎样都更丰盛 今天我们说的疾病是什么? 我们看到有很多不同的留言 原来我们有些还没办法 是的,但这个课题我们特意留到冬至才说 没错 就是膝关节痛 为什么要特意留到冬至才来说呢? 因为天气冷 没错 因为膝头哥是在我们的五藏六虎对应我们的腎 而我们的四季里面冬天也对应我们的腎 所以在寒邪里面也是对应我们的腎 变相他们是有一个很紧密的关联之下 所以当我们外面的环境很冷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膝关节往往是特别容易受损 甚至当它不舒服的时候 它是特别容易发作的 所以我看到现在开始天气慢慢越来越冷 刚刚两个星期突然之间急降了10度 可能是年轻人或小朋友 通常听他们说 突然感冒、摄影或躺在颈 没错 躺在颈有机会再说 但膝关节痛多数是什么时候 听到人说 有差不多年纪 天气一动膝头哥就开始痛 所以膝头哥痛 其中一个病发的成因是跟寒邪加重有关 我的同学是蒙古人 但是他就在北京大 然后再回到广州读书 峰回路转 他就有很多人生经验 当时我印象深刻的他就跟我说 去到秋天 我都觉得天气冷可以转凉 我穿外套 但是下身就习惯了 年轻人穿短裤 就回学 然后每次见到他就说 你这样不行的 你这样的脚一定会冻 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说话 我很深刻的 他就叫人饱腿 保饱嘴 人就要保住脚 狗就要保住口 这个是他们北京的老话 提醒一些人 当天气冷的时候 一定要穿长裤 保护对脚 最重要就是保护膝头膏 以前我年轻 我真的听不明白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你现在也很年轻 尚好 但是慢慢随着年纪增长 我感受到 原来膝头膏真的会怕冷 整对脚里面的膝头膏 特别怕冷 所以我现在都惯了 天气凉一点 或者出入冷气的地方 大一点的时候 我都会装长裤 保护膝头膝 这个很重要 而说起这件事 我知道你今天带了一点 分享给大家 没错 冬天或者冬天的时候 最好做些什么 就是浸脚 舒服 可能看得我们多的病人都知道 我们有一个足球 我们足球就是 外面一定找不到的 是一个包補的 就是我们有条配方 然后我们自己去磨粉 之后寄给厂子做回来的 再做到一个很精致的做法 没错 又试过效果 又试过效果 又不用煲 很方便 没错 开盘热水出来 扔下去 就有效果出现 不过今天 我觉得要和大家 重新去认识一下 或者叫做 重新去了解 究竟怎样才是一个 最正确的浸脚方法 运民其倡 亦都是我摸索了几年 一定去找的一个规律 首先就是温度 温度来说 应该和我们洗澡的温度差不多 大家每个人的耐意程度不同 可能38度 可能40度 差不多 这个温度就已经很足够了 其次就是 浸多久 很多人都很关心 在我而言 我觉得15分钟是极限 不要浸超过15分钟 浸的过程会有什么状况 没错 其实见过我的病人 都知道 我会和他说几个要素 第一个就是发汗 第二个就是时间 这件事是很密切的 当你出汗的时候 你就要停 开始没汗的时候 你就要停 或者浸够15分钟也要停 但是最好的效果 就是刚刚到15分钟 微微出汗 那就完美了 那真的要试 没错 所以这个就是温度的问题 所以如果 第一次你放42度的水 放进去 不够5分钟 你就开始飙汗 这样的话就停了 那会不会是水太热 没错 但一个重点就是 不要怕浪费 不要觉得 今次 会不会浸5分钟 不够 浸久一点 反而不好 因为当你越出汗的时候 你会伤了瓶液 所以 没错 反而就得不上失 尤其是冬天说 我们要床 没错 我们出汗多的时候 反而是伤了 我们里面 本身应该床的东西 郭尔斯 我先问一下你 为什么微微发汗是最好呢 中医来说 微微发汗的时候 其实才能够将我们 可能假设 天气冻了 我们受到少少风邪 寒邪的时候 很多时夹了我们体表的时候 如果大汗出的时候 有时未必能够 驱走一些风邪 之余 可能有些风邪 乘虚而幼 因为打开 太厉害了 而我们微微出汗的时候 反而是可以将我们的风邪 寒邪 或者少少湿邪 在表面的邪气 是透过汗液将它带走 没错 同时它在微微打开汗液的时候 就将我们的药力 亦可以滲透下去 所以这个是微微发汗的状态 是最好的 讲到这里 有少少事情分享 有个case 我妈妈有一次 她很注重清洁 然后有一次我记得去旅行之前 她就觉得 家一定要干净 之后才可以出发 于是她就在家里抹地 她又心急 不用地拖 直接手抹 但是因为家里的地板是她的砖 砖地板 滑 刚好她抹下的时候 有心急的时候 等下滑 膝头撞到地下 撞一下 那一刻就有点痛 之后她还见了少少雨 皮内出血 她都没关系 抹完你真的要赶时间上机 在飞机上的气温 都会比较低 就会容易冻 没错 而在那个时候 我妈妈对身体的变化 她也比较敏感 当时她感受到 撞到那只脚 比另一只脚的膝头更加冻 然后她一直觉得 我真的冻了 不断和我说 哎呀 我冻了 其后 都不断和她处理 一年半年之间 都不断和她处理 送下筋骨 处理一下 針灸 都试过 没错 她是不断有好转 但也有个问题 有病根反复 直到那时 研发了足够 没错 刚刚开始有 然后你会让你妈妈试一下 你妈妈有时给你意见也挺好 我便拿回给她试 我记得 那时拿回去 我放下桌面 然后我自己做自己的事 她浸完之后 她和我说的时候 她是很感受到这件事 就是 当她放一只脚 下去的时候 足肉水里面 一路有股暖流沿着一条路径 她是指出一条路径 一路上 这个热流上的时候 她觉得是她的脚里面 有一股寒气 迫出来 去到她 膝头的痛处 然后突然 她就不断 在那个位置停住了 不断加热加热加热 其实同时 里面有一些寒气散出来 散到外面 有时 突然 之后就通了 那些暖流就开始慢慢向上走之后 那些暖流就慢慢平均分散 就不再是一条路径 而是她就慢慢散开 在那之后她的膝头就没有了 我经常痛 她的膝关节撞伤而留下的后患 她就没有了 你没有病例去 参考 或者没有病例去证明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原来 我们古人留下的方是这么厉害的 她真的要循着经蜜走 然后 她真的有寒气 积流在关节里面 然后她可以透过弱力 去将寒邪逼走 每一样东西 每个细节 都可以透过实例去证明 这件事 令到我当时都挺惊喜的 所以 你说这件事 又令我想起 例如有些病人 她真的膝头疼痛 我叫她们浸脚的时候 因为其实不是很多粥盘 她可以到这么高 所以当时 我会叫她们 准备一条毛巾 当她在浸脚的时候 一边浸 就一边拿一条毛巾 捂点水上来 捂点水上来 去到膝头疼 反复继续做这个动作 更加确保药效 可以去到膝头疼 尤其是你刚才提出的理论 有少少出汗的时候 毛巾打开 加强弱力 渗透 的环柱更好 葛医师 你今天带有什么案例 分享给大家 膝头疼 九成半 都不跟膝头疼 不跟膝头疼本身 即是被人累 小腿肌肉 大腿肌肉 引起的问题 这些都说过 可能我们的听众 都以前听过 我都不再 重复 不再构调重弹 反而我这次想分享 这些都是今年的经验所得 我突然有一次看病人的时候 我看着病人的脚 你右脚跳到左脚 你经常跳到右脚 对呀 你怎样知道 因为我突然看着他的脚 我看到 你当把脚放在这里 应该是平衡的 但他的脚是这样 歪了 然后我看着他 我就知道他 是惯性 他是惯性 但他的问题 不是出现了 在宽关节 不是近屁股 大腿筋的位置 而是他两个膝股 其实两个膝股的望路是正的 但是他在小腿那里 歪了 即是 他的脚这样的时候 另一只脚 硬下去的时候 就因为硬 歪了小腿的骨 而导致膝股 歪了 可以这样理解 大概是这样的理解 他们是令到大腿骨和小腿骨 对不正 你当他简单来说 就是这样歪了 就是 看到个现象 不如试一下 跟他即场 着手处理 放松完之后 我又纯粹 一样东西 自己就 既然他这样歪 不如试一下 转回转后 真的 这个病人是年轻的 后生始终很多东西都舒服得快 之后他可以 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候 他说膝股没有那种脚脚的感觉 走着回去的感觉 也是那句 没理由这一次 期望好 还有 问题就是 习惯 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不要习惯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 因为你本身盘骨 或者你的脚关节 歪了 你对不正的位置 所以他说你很自然想 翘脚去寻求一个舒适的状态 这是人体自然反应 没错 于是 如果你能够 控制到自己不翘脚 那就尽量不翘脚 但是 我反而现在的经验类之类 我的责任在哪里 就是 令到我的病人可以 自然地不想翘脚 而我前陣子有另一个病人 因为高低薄很明显 然后我就知道 他要整个人去调整 他不能够只是弄肩膀 因为试过只是弄肩膀 于是我就由头到尾整个人调整 之后 他跟我说 上次和他很透切地 松了整个 宽关节 盘骨调整好之后 他说有一个月里 他反而翘脚是不舒服的 他很自然 他自己是坐得很正 翘脚是不舒服的 当然 他自己也做了有适量的运动 肌肉有弹性 所以他康复的效果是比较理想的 延伸多一点 我有个问题 想代观众问 究竟当我们膝头歌痛的时候 该不该热肤还是冷肤呢 基本上 我说九成状况 一定是热肤 跟刚才所说 寒邪已经容易入侵我们的心头歌 这是跟状腑相应 跟邪气相应 跟五行相应 跟季节相应 这已经是密切相关 中医里面一样是同气相及 所有相近的东西就会黏在一起 正如 春季容易有肝的疾病 容易有吹到风 容易抽筋 这些都是因为熟木 熟过春天 熟过风 这些都是影响 而冬天就是容易膝头歌有事 所以 在这个基础之下 如果我们经常去冷肤 膝头歌会玩完 我试过有个病人 做过膝关节支援手术 手术成功 但他失败在康复 他去求医 去做米利治疗 然后那边就跟他说 只要你的膝关节一痛 你就冷敷 于是他当然很相信 好听 但是我们 一定是从结果 反应 反过来想 到底他的问题出现了 在哪里 而不能我们单纯说 我们看书是这样 我们是麻木地相信 而是从事例上证明 反过来推敲 他的确实 他本来做完都还好 但是他越膚越痛 越痛就越膚 于是乎他冰敷了最少半年以上 然后他整条筋 弯缩了 我都轻轻说多一点 寒邪的特性 就是寒性收隐 所以令到一条筋缩了 而同时寒性的痛是最痛的 当我们关节痛里面有很多种性质 但基本上你觉得他好像被刀刺 有些很锐利的痛 甚至是痛入骨 全部都是跟寒邪有关 没错 如果大家想知道寒邪的痛是怎样 最简单 去冰箱冰箱 拿着冻肉 拿着手 不用一分钟你感受到寒邪的痛 那种透骨的痛是寒邪引起的 这件事大家是可以透过现实生活论 实验得到的 所以我们经常提出这件事 就是中医的科学性是在生活上去验证的 而不是纯粹说我看书 然后我自己去当真是设计这件事 去估计它对不对 所以大家可以留言分享一下 会不会有什么情况 例如想知道湿是什么感觉 风的感觉 我们去试试一下 大家去探讨一下 会不会让大家感受到 原来这种情况是中了什么病邪 或者是受什么问题影响 这些都欢迎大家留言 讨论一下分享一下 聊聊天 我们才有多些题目可以延伸 我们每月一个课题 就更加切合大家想听到的 例如先讲一些浸脚 因为我有病人有问过 有些说浸完脚很舒服 很喜欢 每次来就马上一堆 但有些人就反应 浸完之后反而有点不舒服 反而反而不太好 好像整个人涨了 对 反而个人觉得 好像周深不醉 这是什么原因 因为浸脚的时候 整个阳气是向上升 当它上升完之后 降不下来的时候 就会导致这些情况发生 就会令它睡不着 或者成为很醋 所以今天我们再教大家一个方法 就是浸完脚之后要做的几件事 首先浸完脚之后一定要喝水 其次就是要塗奶油 左手和右脚的涌泉穴 内回内回 大概3-5分钟 一边塗奶油 一边做这件事 就是我们说 把火引起来 就循环了 那时候 不要在睡觉前两个小时浸 就会更加有效地 比身体循环更好 明白 但有时候现在也有人反映 晚上有这么多东西 又浸完脚 又吃饭 也很晚睡 有没有什么建议 大家应该什么时候浸会好呢 其实 首先过饱不能浸 吃饱饭太饱不能浸 因为吃饱饭的胃是需要消化的 需要流氧消化的 但如果你同时做浸脚 浸脚也需要消耗你的能量 所以不要立即吃饱浸 所以最好 吃饱之后隔一小时 再去浸 可能吃饱之后 和距离睡觉也有一段距离 就在这距离之间浸 明白 甚至有些病人都会跟我说 他真的睡不着 但他很想做浸脚 就唯有早上起床浸 没错 因为早上浸的时候 就会顺应天使 太阳出来的时候 顺便是你浸脚 就会更加帮助氧气升 就是这样 明白 今天就差不多了 是 欢迎大家留言 也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内容 任何疑问 或者大家有什么想交流一下 再谈一下 延伸下去的时候 大家可以欢迎留言 告诉我们 甚至乎 我们觉得 这个又是一个好的题目的时候 我们下一集又可以说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